你知道深山幽灵吗? 那是印第安传说中的怪物 它们能够附胜人类 模仿人类的样子 捕食它们的亲友 当你遇上了深山幽灵 你将无路可逃 唯有自杀才是最好的结果 这里是一处闭塞的乡村 乡村群山环绕 农场小伙小白闷闷不乐 准备上山寻找失踪的父亲 原来他的父亲老白 十天前上山打猎 一直到现在都是养无音讯 叔叔爱慰蓝虾的小白 山上环境恶劣 就连他这个老猎人 都不敢贸然上山 更别说小白 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 阿伟又腿残疾 他一拳一拐 敲开了嫂子的房门 阿伟的妻子忧心忡忡 二人正在担心老白的安危 却不想此时 门外突然传来马儿的叫声 定睛一看 竟是失踪十天的老白 颤颤巍巍地回来了 家人们赶忙出门迎接 只见眼前的老白面色苍白 他气若油丝 还不见了一个耳朵和几个手指 山顶气和恶劣 难以想象 他这十天到底是怎么挺过来的 当时跟老白上山的 还有另外几个队友 可现在 只有老白一个人活着回来 老白什么都没说 只是一直跟医生嚷嚷着 他很饿 父亲终于安全归来 作为儿子的小白自然很高兴 叔叔希望小白 能够好好照顾母亲 可小白却没好气地 上去给了叔叔一圈 原来阿伟一事无成 还败光了老白的所有积蓄 让阿伟不知感恩 竟趁着老白失踪 打起了母亲的主意 阿伟并未责怪小白 还跟美食人一样 安排小白将食物端给父亲 嫂子告诉阿伟 老白不太对劲 花音未落 楼上就传来儿子的叫声 原来是老白砸掉了儿子 亲手端来的食物 明明叫惯成很热 却不愿意吃东西 妻子探了探老白的额头 她没有温度 老白突然舔了一口妻子 还说妻子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桌上摆放着老白和两个儿子的照片 曾经的老白高大帅气 如今的他瘦骨铃熏 气弱又死 早已不见当年的神采 这天夜里 阿伟突然听见 院子里的马儿凄惨地呼啸 叫声还吵醒了住在隔壁的老者 马儿已经死去 只见他的身上 遍布野兽啃食的伤口 老者一个抬头 正好瞧见站在窗口的老白 他身色诡异 目露凶光 嘴角满视线血 第二天一早 老者敲响了老白的家门 老白躺在床上 瞪大着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老者支开了照顾老白的妻子和阿伟 随后拿出了藏在身后的武器 老者说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的叔叔上山打猎的时候失踪了 等到叔叔回来后 状态也如老白一样 他气弱油丝 虚弱无比 他曾亲眼目睹 叔叔吃光了他的家人 老者早就识破 老白已经被邪灵附体 话音未落 老白垂死病中金座起 大喊老子 附体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古老的传说 老者知道 倘若他现在杀了老白 一定会被人当成疯子 他只能收起刀子 默默离去 老者告知阿伟 别看老白现在一副 虚不受补的样子 他实际上能一个打十个 随后 老白向阿伟 说起了那个古老的传说 小时候 长辈曾告诉他 这里的山上 有一种叫做 深山幽灵的怪物 他们是寂寞之地的孤魂野鬼 每当攀山者饥寒交迫 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被怨灵附身的人 无法吃下人类的食物 起先会在夜里偷吃家畜 随后便会吃人 当年他的叔叔被怨灵附体 最后治安官 只能开枪打死了他的叔叔 与此同时 床上的老白 似乎恢复了神志 他告诉妻子 当时 他和几个队友上山 哪知道遇上了暴风雪 他只能和队友们 一起在山洞里取暖 寂寒交迫之际 他突然听见 耳边有个声音 让他吃掉队友 他们已经吃光了所有食物 也无法点燃火把 为了活命 老白只能吃掉了 奄奄一息的队友 老白的叙述 让妻子毛骨悚然 他想找个借口离开这里 却不想老白 此时已经失去神志 时遇战胜了亲情 他要吃了妻子 然后吃掉两个儿子 危机时刻 弟弟爱慰及时赶到 曾经的手足拔枪相向 妻子也早就背叛了自己 老白很痛苦 他吼叫着 瞬间消失不见 整个房子地动山摇 阿伟赶忙和嫂子下楼 带上老白的两个儿子逃走 老者闻讯赶来 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虎子 老白还在疯狂地打砸 可是阿伟却始终不忍心 对着哥哥开枪 老者让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先走 他说自己玩了几十年的腹子 杀死一个怪物轻而易举 他独自来到楼上 一步一步走进老白的房间 看来老者的斧子还练得不到家啊 另一边 母亲正带着两个儿子 全坐在房车里不敢出声 阿伟叫给小白一把猎枪 叮嘱他 一定要保护好母亲和弟弟 告别了一家三口 阿伟誓死如归 悄悄溜进了屋子里 取了一把最趁手的猎枪 楼上的老者奄奄一息 他很想说些什么 可还未说完就断了气 倒是老白 做完饿之后 又跟没事人一样躺回了床上 老白说自己太虚弱了 只能躺在床上休养 可他八块的腹肌 显然没什么说服力啊 老白说杀人并非他的本意 只是他体内的怪物作祟 他是如此的饥饿 必须要不断地进食 兄弟俩从小父母双亡 是哥哥老白照顾他长大 可阿伟是怎么报答哥哥的 他花光了哥哥的钱 甚至还想抢走哥哥的妻子 哥哥什么都知道 只是顾念手足之情 他一直在装聋作哑 现在弟弟居然还想杀了自己 生可忍 熟了就不可忍 老白起身就撕罢了弟弟 老白的嘶吼声再次响起 远在房车中的妻子知道 阿伟这是灾了 他带上两个儿子 仓皇逃进了附近的古仓里 碰碰碰 起身沉闷地撞击声 人魔鬼样的老白来到了古仓 望着举枪相向的妻子 老白只能祈求妻子 不要开墙 望着瘦弱的枕边人 妻子中间还是心软 交出了猎墙 本因为老白良知尚存 却不想他发出了阴冷的笑声 还拎出了阿伟的尸体 眼前的老白已经魔化 他逼着妻子 烹饪阿伟的尸体 倘若不从 他就连着妻子 一起塞进烤箱 贴心的老白 还拿出了洋葱和胡萝卜 这样味道会更好 为了保护两个孩子 妻子只能亲手剁碎了阿伟 起锅 烧油 墙角的小白都喘哭了 与此同时 躲在一旁的小白 趁着父亲不备 偷走了阿伟腰间的钥匙 此时此刻 只有他才能保护弟弟和母亲 香喷喷的肉汤端上了桌子 变态的老白却说他不饿 他要亲眼看着妻子 吃下这碗汤 吃就吃 互怕互 妻子为了掩护小白 干脆给自己和老白 一人盛了一碗 老白一边品尝着弟弟的味道 一边告诉妻子 当时他在山上饥寒交迫 屈弱无比 他告诉自己 一定要为了弟弟 还有老婆孩子活下去 可想着想着 他就怒火中烧 原来妻子和弟弟 早就背叛了自己 两个儿子也不是自己的 愤怒让老白面目全非 致闭分离 这也让深山怨灵趁虚而入 想到这里 老白又干了两碗肉汤 质问妻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白终于装填好了弹药 他开枪打撞了父亲的胸膛 老白哭着 吼着逃出了屋子 就像是被家暴的小媳妇 他来到了谷仓 小儿自身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他掐住了小儿子的脖子 扬眼要吃掉所有家人 这样他们就能够一家团聚 机智的小儿子 一口咬住了父亲残破的耳朵 吃痛的老白放下儿子 却被大儿子再次开枪打中 老白是如此强大 硬生生挨了两枪就是不死 重伤的妻子 赶忙补上了第三枪 这一次 老白是死得透透的了 幽灵离开了老白的躯体 他的吼声久久无法散去 或许多年之后 相似的故事还会再次上演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根据描述可以推测 这个附身幽灵 便是印第安古老传说中的怪物 温迪哥 温迪哥什么都吃 尤其爱吃人肉 他们常常出现于食物匮乏的寒冬 躲藏于深山树林之中 随机捕食过路的人类 那么温迪哥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经典美剧邪恶力量第一剧中曾介绍过 温迪哥原先是人类 他们可能是迷路的矿工或者是猎人 寒冬来临时 这些人被困在山上 鸡肠碌碌 当食物短缺的时候 为了活命 他们就会摒弃人性 吃掉自己虚弱的队友 而早期的传说都认为 吞吃掉同类 就能获得那个人的力量 所以当吃掉的同类足够多 这个人就会进化为温迪哥 温迪哥半人半鬼 拥有无穷的力量 看似进化 实际也是诅咒 因为温迪哥的胃犹如无底洞 永远无法吃饱 因而也被视为贪婪和欲求不满的象征 当初与老白上山的几个队友都死了 唯独老白被怨林附体 他靠着吃队友 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怨林不是随便附体 而是要找一个苦大仇生的对象 那个人必须要心中充满愤怒和仇恨 而怨林的附身增强了这种仇恨 那么这个怨林呢究竟是来自于深山 还是早就存在于老白的内心 怕是只有老白自己才清楚 老白的扮演者是1960年出生的道格琼斯 身高192的他手长腿长 骨骼惊奇 是一位著名的特性演员 我们很少能在影视剧中看到他的真面目 像是水行乌语中的人鱼男主 地狱男爵中的愚人亚伯拉罕 神奇四侠中踩着滑板的影影侠 攀神的迷宫中的木神 还有专吃小孩的灰白骷髅人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